大家好,我是Andy,今天是2024年4月30日,星期二,今天在拍片跟大家跟進幾個市場的技術走勢和波浪分析 首先看看恒子今天走勢,恒子今天高開了,高開後彈高多一點,開始回到現在下午,正在進入陰燭 昨天就是第六天,昨天就是上升第六天,趨向收陰燭 最後呢,他也接近去到那個開市價,趨向收陰燭,即是說他就算早上開市價以上衝高了那麼多也好 他收市都趨向是縮回來,盡量是縮回來一支陰燭 但結果都好像收不到的,都差一點點,即是說差一點點才低過那個開市價 但起碼都縮了一大段一大截的了 那麼,也是有個轉向的訊號的了,昨天已經確認了ZA浪就完了 所以現在就開始做ZB浪了,ZA浪就用了1,2,3,4,5,6,7,前後用了7天,ZA浪 那ZB浪呢,就應該不止這麼短的,而且通常一半,即是可能3至4天,可能ZB浪呢 加上會用3至4天,這樣才上升 那看到昨天就已經收了在那個小時圖,已經收了在那個8MA以下 收了在8MA以下,那基本上確認了一個ZA浪完 那今天是做了一點反彈的,那又要再下 所以現在呢,就應該是在走那個...ZB浪是分A,B,C的 那看它怎麼走,可以是這樣走的 1,2,3,4,5,然後彈一彈,再下1,2,3,4,5 這樣走就得A,B,C,那再上,ZC浪 那還可以,那還可以是A,B,C1,C2,C3,C4,C5,那樣都可以 那...暫時還在走ZB浪 看看Patreon分量的圖 那看到小時圖,Patreon分量的圖 那今早呢,它就...去到這些位置 好像...它因為...在這個位置已經跌了個5浪結構 小時圖看到了 陰、陽、陰、陽、陰 已經跌了個5浪結構 所以它也是反彈再下 就是反彈的2浪,然後下去的是3浪 那差了它的2浪,是不是在這些位置結束 就算不是這些位置結束 好像今早那樣再衝高一點點 那其實也是跌下去的 最後也是跌下去的 那因為它是走了5浪結構 所以它就... 不應該... 不應該升穿這個位置 所以就算它反彈再高一點點也好 它還是會跌下去 而且不應該升穿這個位置 那這樣... 那最後它升到這個浪的... 0.618 0.618 那比較普遍的一些反彈比例 那看一看那個即時圖 那看小事圖 那看到今早就... 它在這些位置呢 再... 反彈高一點點 去到0.618 那0.618 那0.618看到它站不穩 它甚至連0.5也沒有站穩過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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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暫時看是在走天下跌3浪 即是現在走天下跌1... 2...3 所以可以量度到的 那拿回1...2浪 就可以找到三浪,有機會去到哪些位置 有機會去到17,276 這樣的,3,4,5 這個可能是ZB的A 即是這裡的1,2,3,4,5 可能是ZB浪的A 接著ZB浪的B,ZB浪的C 就完成ZB浪 暫時估計 因為ZB浪 就會是 去到1,7,0,2,8 一半的位置 那為什麼覺得是一半呢? 因為 純粹是因為看之前 那個 W的B浪 和Y的B浪 都能夠去到 A的一半 看到有一個 A的一半 所以應該那個 Z的B 都可以去到一半 還有其實指標上 它都會落到下面 這些位置 ST消去超賣區 和 MACD 要落到紅區 這樣 好 好 看看上陣指數 上陣指數應該會跟著行指的ZB浪向下 應該是在這些位置 但回到行指的ZB浪後會再上 行指的ZC 整個反彈就在這些位置 這樣就會下去 如果用周線去看 它現在只是在行C浪 反彈A浪 反彈A浪全部洋速 然後走B浪 調整B浪 然後走C A,B,C 跌穿低 看看標本500指數 看看它的4小時圖 看到它開始想轉跌的信號 所以也配合行指的ZB浪 那4小時圖 它應該走A,B,C 反彈 它去到1比0.764 受制住 它去到這些位置有機會轉向 如果是這樣 因為它 看上去也像是一個反彈浪 像是反彈浪 即是最終也會跌穿這個底 所以它跌穿這個底 這樣就配合行指的ZB浪 這樣 就算它再上去也好 總之 這個1比1這個位置 總之它站不穩 它也是很大機會是一個反彈 即是它現在可以這樣 破底 也可以是彈高一點點 再破底 但是如果萬一它1比1的位置 站得穩 那就不同看法 可能會再上 暫時呢 因為它連1比0.764 都站不穩 所以也是 看它會反彈完破底的看法 那就 那就 一仙圖 即是它可能反彈 去到0.5和0.618之間 已經開始轉向了 那就連0.618都還未碰到 也還未碰到上面的MA 那就已經轉向了 如果日線圖是需要走個A B C的話 或者這裡未必是A B C的 就是 差不多是這樣的意思 就是反彈再破底 那接著呢 在周線圖那裡 就可能是一個 4浪了 那這裡是個1 2 接著就是3 破底就有個4 那會上個5 上完個5 那就 開始做一個比較大的調整 那這個5之後這個過後的這個調整 應該就是 恒指 恒指 恒指會破底的那個浪 那 要留意就是 究竟它多下一下之後 再上去那一下是否真的會破底呢 這個是 比較難說的 因為它這裡是 已經是走了兩個 兩個 MACD4X 這一個 要用4X 床的位置比較高 因為通常 MACD的看法 就是做了4X 之後 就是有機會見到頂 有機會見到 浪頂了 所以這個位置就要看數浪 實際上真的在走什麼浪 但它走什麼浪其實是很難看得出來的 因為在這個位置走五個浪結合 1 2 3 4 5 那也是覺得會的 未必一定是 因為會不會是走一個A B C 然後又下去呢 那也是可以的 因為很難說它究竟是 因為現在比較難看的 其實這個 越長的時期的浪就越難估計 所以只能夠說兩個的 我講到兩個可能性 第一個可能性 就是這裡 會走1 2 3 4 5 因為恆子也覺得會再破底 所以這裡走完1 2 3 4 5 就怎麼都應該會做一個調整 這個第一個可能性 第二個可能性 可能是1 這裡不是1 總之走完這裡 跌完下去之後 然後上去這一下就未必會破頂 未必會破頂 那就是這裡 主要是因為這裡做一個MACD死刀 那就是代表 代表的頂就出現了 就是這個就是頂 這樣 下完再打 之後呢 即是打這一下 也是配合恆子的 ZC狼 這樣 ZC狼 到時候又會是 再下 這樣 這樣 那就是 今年 即是今年下半年那個 那個 去到年底 說到年底 那個 的 股市是偏向看得差些 偏向看得差些 偏向看得差些 那看看 那看看 那看看納子4小時圖 那它的走勢也是 跟標譜差不多 也好像有些想轉跌的訊號出現 看到它就是去到1比0.764之間 1比1之間 它又未碰到1比1 那 碰不碰到這個很難說 碰不碰到也好 它也是有機會是 反彈浪 一次是反彈浪 那也是會下去的 那所以 那個納子 納子也是看它會有多一下 日線圖 這裡會有多一下 破底 先的 就是這裡下去 然後彈 彈完再破底 那 破底應該就 碰到 因為一破底 就應該碰到 2021年 這個頂 一破底 應該碰到那個頂 那些位置 因為是月線圖 所以應該就是 支持比較大 會彈 彈 彈那一刻呢 所以 彈的也很難說 先不先穿這個頂 其實應該會升穿的 跌下去 然後彈 彈的話其實 因為這裡的支持也大 應該會大 所以彈的話 其實 會升穿這個頂 那一升穿這個頂 就會做了一個 形成了五浪結構 1 2 3 3 4 5 5 會不會快呢 可能會很快 很快地彈穿頂 那就會是 開始調整了 那 暫時也是這樣看法 那現在應該差不多是時候 差不多是時候落的了 那 看看 黃金 看看四小時圖 四小時圖 那 他就似乎要失守這條 MA了 那 之前有兩個看法 第一個看法 就是 他因為 日線圖 留意到 他這裡這個浪 是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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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3 4 5 1 1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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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2 3 4 5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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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4 5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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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1 2 2 2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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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所以暫時向下跌穿這個底的看法仍然可行 仍然可以成立 尤其當它收在這條MA以下就更加差 因為它如果真是一個升浪 它應該這些MA應該要站穩 如果它一失手 就向下2-3-3MA走 就是這條 應該會去到之前量度所說的 2-2-4-4這些位置 當然可以留意這條MA的位置 因為MA位置比2-2-4-4這些位置 所以它先可以看著2-2-6-4的位置 226多是日線圖,這裡有一支音竹 頂部 這些調整的位置也有機會跌進去 形成支持的作用 所以要留意,在日線圖可以找一些支持 這裡也曾經做過一些調整 這裡也是一個支持 這裡也曾經做過一支音竹 就是這兩個支持位置 2223和2265 所以要看下面 第一個位置要先到2265 如果2265的支持大 然後有多少運 就未必會去2223 所以先看2265 看看原油的日線圖 昨天說到 有兩條MA的走勢 都是比較利淡的 所以也是壓著它下來 因為看到兩條MA收窄 擴闊收窄 收窄就想做死差 而且指數也是收到一個慢線以下 所以這個也是比較差的 那它也是繼續跟著那條MA的趨勢 跌下去 所以如果它再跌下去 會是去到哪些位置呢 那它再跌下去呢 應該又是試回50%的位置 就是這個retracement 又是試回50%的位置 那上個星期50%的位置 就做了一支揚竹反彈 那如果今個星期試了之後 做不回楊竹 可能就是收回一點點影線上去 甚至乎收在下面 那應該差了 那就會再跌 再跌下去下一個比例 77.99的位置 77.9的位置 那就是應該似是 今個星期有機會再試回50%這些位置 81.09這樣 日線圖 那就是又會再試回這些位置 就先看看 看看日線圖,這個量度是1比0.1的位置 日線圖不斷有支持,日線圖不斷有支持,日線圖每次跌穿,周線圖上星期跌穿,今星期有支持 暫時仍有機會測試1比1這個位置,所以現在看上面1比1這個位置,甚至乎站穩的 即是美元指數仍然看好,昨天就說到,因為它再下一次 再下一次,再下一次就是調整,前面的調整還未足夠 所以引用兜後A,B指數是b,前面是a,弱一點就變得更近 所以應該是c1,c3,c4,c5全部移 segundo 欠在這裡是否沒有破底 對,看到也沒有破底 所以就沒有問題 這個A,B,C就在這些位置做完了 即是有一個調整,調整在這些位置做完了 上去可能會有一個1,2浪在這裡 譬如這裡是1,2 現在正在走3,4,5 這個可能也是大一個級別的1 又再回,又再上 即是說,都是向,簡單來說 都是向1比1這個位置走 今天這條影片又拍到這裡 喜歡可以給個讚和訂閱 youtube開訂閱,歡迎分享給朋友觀看 也可以考慮將youtube會員或patreon會員 我們明天再見,拜拜